大家好,我是雪梨,今天咱们来看由西西维雅所写的《枕上书》番外《三十三世两重生》。 本文此文承接电视剧《三十三世十里桃花》一直沿到《三十三世枕上书》再作序。 相当于《枕上书》的前占和续写,有大量上古洪荒时期东华帝君征战四海八荒的故事,设计原众有《三十三世枕上书》《三十三世不生莲》《三十三世菩提节》。 诸仙台,于神仙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地方,利器腾盈,乃仙家忌惑之地。 被押来此处的神仙,莫不是被隔去仙集,下放凡尘所示,并是被处以极刑,永世不得轮回,终究都是些有去无回之辈。 许是正因如此,母神才降《三十十》一子女。 小帝下,《三十十》定天下姻缘,上面没有帝君的名字。 他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让他使让未及的答案。 凤就觉得,从凡间归来的那些日子,虽说已是痛急,却远不及他知道答案的这一刻。 曾经以为,情之一字,最苦的沐浴爱而不得。 可现在他才悟了,这最苦的,竟是明明爱着,却不得相守。 他与东华隔着的是一整个苍生,千分悲凉,万分凄苦,最终化作滴滴金银,砸在脚边冰冷的白石上。 诸仙台下,三十十边,他亲眼印证了私命所言,东华的推剧叫他幡然悔悟,他的隐忍亦叫他心疼不已。 凡间那两年,是他偷来吵他的,却已让这天地间最为厉害的尊士施了九成法力。 此刻,东华带他的种种悔欲不断冲击着理智,凤九强中的身子看看站住,他责问自己,当初怎就被他那几句话,便激得动摇了信念。 甚至如他所愿地去怀疑他们所经历过的幸福,不过是历劫罢了,他爱东华,爱得刻骨,却终是没能看透他。 凤九闭上眼睛,一由立即搁着他的裙摆,一点一点扶走了他身上的温度。 在来着诸仙台前,他便已做好了打算,倘若私命所言无事,因着这份爱,他会放开它,从此一别两宽,各自安好。 但在这之前,他要穷极所能,为了这段感情在世上一世,就如同东华精心计划好了一切,待他吓到凡事,以天命搏上一搏那样。 只不过这一世,他不要牵连东华,因这一世,他连累他已经够多了。 记住陶铸剑在空中画出一道刺眼的寒光,他苍白的脸上没有半分犹豫,手起刀落,身子狠狠地一颤,温馨般的疼痛,瞬间窜至四肢百骸。 在倒地的刹那,他伸手接住了那条血淋淋的虎尾,颤抖着拼命喘息。 逃出剑落在脚边,响声凄力,英红染上了他的衣裙,在白石地上留下了害人的痕迹。 凤九用上了十二分的意念,并出立即的干扰,直接捏几束法,红光一闪,法器便盛在他的手上。 不要再胡闹了,灵潭内响起了东华的声音,凤九欺人一笑。 你说过,与你不过儿戏罢了,我差点就信了,说出那些绝情的话,你不疼吗? 东华,你我之间从来都是你说了算,我未曾得任何机会违抗,你要我静,我便退不得,你要我走,我便留不得。 还真是,不想道理。 握紧了手中的法器,他决决地探向了三生石,点点赤金,一笔一画,落在了石壁上。 五彩霞云渐进失色,隆隆了一声自远方传来,果真,没那么容易啊。 他抬头望了望天边,却未停下手上的动作,一到天雷降下,打在了法器上,并将它击飞出了好几步远。 虽已是做好了心理准备,但凤九还是有些惊讶。 起初他以为那三生石上刻字,左右不过声音着断尾,身子上会疼些罢了,见了那异样的天象,便猜到还需得付出点代价。 却未曾料到,上菜真的降下了天乏,他重重地砸在地上,抬起头,还未来得及失去嘴角的鲜血,并借着那个好不容易刻上去的字,在三生石上消散不见。 原地无措了片刻,凤九四世不知道要如何是好,他早该想到会如此不是吗? 可现在心底涌出的情绪,又是怎么回事? 他想起了自己的爹娘,爷爷,奶奶,姑姑,四叔。 恍惚间,他看见了东华,他背对着他,紫衣浩发,一举飘飘,周身散着令人敬仰又畏惧的仙气,却透着说不尽道不宁的凄凉。 泪水夺旷而出,凤九挣扎的起身,再次扑向了三生石,若上操硬要惩罚,他依然受着避逝。 第二道天雷瞬间降下,甚至还未让凤九刻下完整的一笔。 为什么? 东华? 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,连带着眼前三生石上,那仍旧孤零零的白凤九,三个字都不清晰起来。 凤九自诩着一生形式坦荡,光明磊落,不曾与人为恶,也不曾肆意妄为。 他只是想要东华罢了,他要的,也只有一个东华罢了,为何上苍非要这样为难他们? 理智已经彻底崩塌,他跪倒在三生石边悲凉的,徒劳地刻着。 天雷倒倒落在他单薄的肩膀上毫不留情。 第五道雷法降下后,他终于再也支撑不住,心碎成了尘埃,卷走了他全部的温度。 又一道天雷降下,碎了他的元神,也碎了他残留的意识。 一片紫色衣角,匆匆落在三生石边,法器从凤九手中滑落,献出原形,清楚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。 向来冷静的目光,此时充盈着惊慌与恐惧。 他画出仙杖,隔绝力气,并将那个被血色浅染的身躯抱进怀里。 他反复地喊着他的名字,想要将他唤醒。 然而怀中的上女,一尽尤尽灯枯,即便泰山崩于前后,都能阵逆自若的东华帝君,慌乱地用紧身的一层法力,深入了他即将崩散的神思。 三生石前,凤九不停地刻着,这便是他灵台内的几项,即便元神正在悄然散去,他依旧执着地不愿罢手。 九二,紫一尊神仅仅将他驱入怀中,用了很大的力气,他拉开了他们与三生石间的距离,不容他动弹。 地区,泪水早已决定,他绝望地靠在他的胸膛上,任由他抱着。 是谁告诉你三生石的事情? 一向沉稳的语气,因愤怒与悲痛而颤抖起来。 你猜多大,怎能斗得过天命? 凤九缓缓倒下,终视他软在东华的怀里,他几乎要将那交响的身躯融进怀中。 你这样做,可曾考虑过本帝君的感受? 考虑过的? 他的语气听上去有些委屈。 知道你不许,也知道你会难过,所以才偷偷跑来。 凤九抬手轻握上他耳边的一缕耗发。 你那样推举我的时候,我以为你是不喜欢我。 现在我都明白了,虽然知道是自不量力,可还是想与天命争上一争。 帝君,久而终究,终究还是输了。 你可怪我,若说之前不怨你,那是假的。 他凄凉地扯了扯嘴角,后来知道了三叔时的事情,便再也找不到理由去怪你,反倒是有些心疼你。 他开始剧烈地咳了起来,胸口虽有一股心田涌出,沾湿了他紫色的衣巾。 衣服也弄脏了呢,他抬手附上那片鲜红的尸乳,东华不语,将他搂得更紧。 记得以前上族学的时候,最喜欢的便是上古史,常常捧着史册,一看片是一整夜。 东华帝君的赫赫战绩,我都能倒着背了。 帝君,久而仰慕你,却也心疼你。 你昔日带币打仗,虽然战无不顺功无不取,但受伤历史常识。 那日你问我,刺墓的那个人是谁? 久而仰告诉你,虽未能见到那时的你,但想来也是英姿飒爽的。 望着他清俊的眉眼,凤姐的眼中不觉再次溢满了轻木。 即便浑身浴血煞红了眼,你仍旧是护着苍生的东华帝君,与现在又有何区别呢? 回想起当初自己撂下的那些狠话,东华面露悔色,路终救他们逃不开这死别,那当初,那违心的推举又有何医? 这次海六河八荒,他曾经征服过不止一次,再平定一次,又有何区? 施了九成仙法又如何,凶毁了便是。 一柄仓河在手,他依然自信,能再次立于浮生之巅,屁力众生。 他从不畏惧天命,却唯独害怕,自己以命护的仓身中,再也没有了这头小狐狸。 东华低头望着他,眼底似有泪光涌动。 九儿,你可还有什么想要与我说的? 有好多好多,可是,突然又想不起来了。 他闭上双眼,只觉一阵血晕。 清甜的微风拂过,周围的力气消散,待凤九在掀起木雷的时候,身下也是一片范莉花海。 帝君,这是哪里? 憔悴的面容衍生了些许喜悦。 碧海仓里,东华抬一手里了里他被风吹烂的青丝。 原来,这就是你的家乡啊。 真好看,染血的手扶起几遍浅紫色的花瓣于手心中。 难怪你喜欢卓紫衣。 东华垂木,不由所思,眼底尽是安伤。 帝君,凤九轻轻摘向他的衣袖。 我是不是,快死了? 不会,有我在。 他紧贴着他冰冷的脸颊。 我没想过结局会是这样。 帝君,你会原谅我的,对吧? 东华起口许久,却终究无法回答他。 他怎能原谅他? 若觉得对不起我,就该好好活下去。 千言万语,最终化为了一句达妃所问。 他又咳了起来,带刀吐出好几口血来,才缓上一口气。 好像,做不到了呢。 东华捧着他的脸颊,扶去了他嘴边的血迹。 他望进他漂亮的毛子里,拼命想要抓住他注视着自己的目光。 可怀中少女终究是缓缓闭上了眼睛。 他明白,时间不多了。 九儿,我想为你讨要一物,一刻跟给。 他笑了笑,气若有丝。 我为了你,连尾巴都饿了,还有什么? 是,不肯给的。 他的神色转而欲朝坚定。 那好,笨帝君要你的一魂一魄。 好,凤九四世无欲事般地应了一声,抓着他衣袖的手慢慢松开。 紫衣尊神俯身轻轻吻上他的额尖。 睡吧,等你醒了,一气都会好起来的。 说回法力,紫衣尊神猛合出一滩鲜血,他紧紧握着右手,在凤九阴神散尽的那一刻,他抓住了他的欲魂一魄,轻柔地将怀中少女放下。 东华撤走仙杖,将断尾引入袖中。 他不敢再多看他一眼,捏了个绝便消失在了三生石旁,徒留下远处不敢靠近的一众惊恶的神仙,和正急迟来的一群青秋上神。 凤九的仙神被带回青秋安藏,路边岭上,昔日有人悉数到齐,却唯独缺了最不应该缺席的东华帝君。 虽然即便他来了,青秋白家的狐狸们也定不会给他好脸色看,更不会容许他再靠近凤九先生半步,但他没来,却是这一众神仙没有想到的。 有人怒斥东华帝君的冷血无情,也有人惋惜青秋小帝君的一腔痴情爱做了人。 于东华而言,他的久而未曾离去,他也不许他就这样离去。 故事内三十六万余年,东华亲眼目睹过生离死别无数,也早已视自己的生死气阔于无物,彼时他并不能理解那种心如死灰,两无生去的绝望。 如今,他却为自己心底生出的那个念头感到震惊,情之一物,他终是顿悟得太迟了些。 东华自觉无愧于天地,因他不曾辜负过这苍生,然而他却违图辜负了他。 盈盈笑语,犹然在耳,却已是香香玉玉,勿是人非。 他的久而还那么小,上苍却只因这一块三十十,便从他身边深深夺走了他。 望着千千的方向,东华钻紧了拳头。 若这已是他们注定无缘,他便是逆了这天命,也要与上苍争上一争。 五百年,对神仙来说不过眨眼一顺,这期间却发生了很多事。 弱水之战,夜华归位,清秋嫁女,东华帝君都未曾露面,仿佛这次海拔荒之事与他再无关系。 平日看似闲散,实则敏锐的莲三殿下总觉得要出大事,可思命却笑着宽慰他。 怎么能够,帝君只是闭关前夕修炼罢了。 这五百年,帝君的确在闭关,或许是天法以后,上苍归还了他失掉的九成法力。 他进而将法术修为炼制巅峰,为的便是能经得起密天改变的结束。 出关后,他便换出了昆仑镜。 四密,落三日内,本帝君位在现世,以便张告四海,本帝君以羽黄归去。 诚如帝君早前的吩咐,这一去疾病成功,也将因着这因果的改变而养了众生的记忆,恐怕即使小心眼。 四密,子依尊神见眉微调望向他,你可是在怀疑本帝君思虑不忠。 小仙不敢,四密尊医。 罢了,敦华回头,你按照本帝君的吩咐行事便是。 是,那若天君问起,小仙该如何作答? 敦华默了默,扯了一丝苦笑。 你便说,本帝君阴冷的忠心之解,末了他岂身向寝殿而去。 帝君这么做道真值得? 身后传来了生命的叹息,子依尊神顿了顿脚步。 恕小仙斗胆,帝君您的存在对妖、魔、鬼三大义族是一种镇守。 若您回不来,怕是今后四海八荒,又将掀起转势不断。 子依身眼长身欲立,被眼圈燃落凄凉。 她望着庭院中的菩提往生,淡然道。 本帝君卫护天下苍生而生,于是三十六万年有余也够久了。 这一世,有墨渊和月华在,本帝君倒也不担心这次海八荒会落入一族之手。 思命心之他也已决,便不再多说。 终究,是这天命亏欠他少阳君的,他并未欠这苍生什么。 两日后,天地突然失色,太成功中,曾经二人的佛林花默默枯萎,庭院见血潇瑟之下。 不多时,漫天星辰也相继陨落。 这续章大家觉得可以不? 还想继续看的赶紧订阅点赞,正式的篇章很快就到来。 请不ED